好 相关话题让我们请到时日评论员邱振海先生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邱先生您好 你好 那对于塔利班和美国的交涉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对塔利班和美国的这个来往就不是第一次了 在撤军之前就已经是有了 那么当时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担心 万一他们跟塔利班双方的这个接洽不行的话 还希望能够通过中国帮助 结果虽然是讲好的有惊无险 他们还是顺利的撤离的 那么这一次呢应该说是在 至少在我们在公开媒体上知道的 美军撤离以后双方的第一次正式的接触 虽然美方说不承认塔利班政权 但是接触本身就已经是 已经是某种程度未来主动或者被动承认的第一步 但是问题是美国为什么要与塔利班接触 塔利班为什么要接纳与美国接触 我想正像我们在标题里面说的那样是互相需求 双方都有这个需求 首先从美国来说他当然有这个需求 因为虽然20年没有把塔利班赶走 反而主动被动的让他壮大了 脸上无光 但是阿富汗毕竟是兵家必争之地 他现在这个未来美国要维持扩大 我想扩大是不大可能的 制造是维持或者部分的维持在阿富汗的 或者那个地区的一个影响力的话 阿富汗是塔利班是落不开的一环 所以美国叫厚着脸皮放下身段 也要跟塔利班打交道 包括顺便说一下在这个之前 策定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都深入虎穴 进入到卡布尔与塔利班会谈都是一个证明 从阿富汗上面从塔利班方面来说 当然也需要跟美国打交道 因为第一美国毕竟还是世界上强国 这个制造是 然后另外任何一个小国 任何一个弱的政权 都很忌惮于某一个或者几个 这个方面的大国或者强国单独交往 他希望能够在互相 这个存在敌对的 这个关系的各国之间保持平和 这才是最安全 所以表面上看就好像这种玩法很危险 其实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想这也是塔利班方面的一个深度的考虑 所以这个深度的考虑 从战略研究的角度来说 有它的合理性 那么所以我认为 其实下一步要谨慎的观察 这个双方到底会走到什么程度 现在当然他们也接触的很谨慎 从目前来说 当然不可能双方怎么互相承认 再重新回到过去 曾经有过的热肉关系 当然这个过去二十年 那种互相敌立的关系也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我认为 其实双方开了这个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 所以美国 我们打引号说 也说贼心不死 这个塔利班也依然对美国心存侥幸 所以他们双方的这个交往 这个各国还是要密切的关注 好的 感谢邱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观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